大家好,我是賴粉,歡迎收看Sara的健康字體來 這集我們要講要怎樣做,才可以跟過敏說掰掰 過敏原可以從幾管道進入我的身體 另一個管道是,比如說像花粉啊,粉塵啊,空氣中的黴菌 可以經過我們的呼吸道進入身體 另外一個管道是像食物跟藥物這類東西,可以從我們嘴巴進入身體 還有像植物或我們所擦的東西,可以經過我們的皮膚進入身體 當這些東西進入血液的時候,我們就叫他們做抗原 抗原一進入身體,就會引發一連串的生化反應 其實過敏這樣子的hypersensitivity分成四類 但是我們總括來說,它有一個非常相似的路徑 比如說一開始的時候是抗原接觸到了免疫球蛋白 這類東西像AGE啊,AGM啊,AGG啊 你們檢查的時候都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這些免疫球蛋白就是在免疫細胞上面的,類似接收器這樣的東西 我們的免疫細胞就是我們抵抗外敵的士兵 每一種士兵都有不一樣的武器 比如說有一種免疫細胞的武器叫做組織 所以當抗原接觸到免疫球蛋白的時候 這一些武器就會被釋出 那組織可以造成血管擴張 當血管擴張的時候 它的滲透力就變得不一樣 就是本來進不去的東西現在可以進去 本來出來的東西現在出的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水可能會從血管裡面跑出來 然後進不去的蛋白質現在也進得去了 那這樣子的血管擴張所滲透出來的水分 可以擠壓到我們肺泡 那這個氣泡被擠壓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造成空氣困難 可能會引發氣喘 從血管裡面跑出來的水分 可以囤積造成重量 這個重量可以擠壓到皮膚裡面的神經 然後皮膚就會開始紅腫 然後變得非常的癢 這時候你的皮膚也可能會流汤 那你會問 雨凡這些抗原是在外面 身體外面的東西 它是怎麼樣進到血液裡面的呢 因為不管是我們的呼吸道 還是腸道 還是皮膚喔 他們都跟皮膚一樣 有一個堅強的牆壁喔 所以東西進去呼吸道 不是直接進入血液 它是有個牆壁擋住它 腸道也是一樣 像你的皮膚一樣 那這些抗原可以進得了血液 可以見到血液裡面的免疫細胞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牆壁被破壞了 我們的牆壁被破壞 最主要有四大原因喔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的飲食錯誤 第二個是用藥過久 第三個是生活壓力太大 第四個是我們的表皮菌種失衡喔 我們所有表皮通通是靠非常非常多的菌種在保護 皮膚上也有 腸道裡面也有 呼吸道裡面也有喔 所以當這些因素存在的時候 你的牆壁就會開始出現漏洞喔 那我剛剛講的食物啊 花粉啊 藥物啊 這一類東西就很容易從外面進入血液喔 當它一進到血液裡面 它就可以見到免疫細胞 就產生我們剛剛所說的過敏感應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做才可以根治過敏呢 那就是把剛剛所有引發會讓牆壁出現漏洞的原因 通通移除喔 我們可以開始修正飲食 可以開始戒斷藥物 可以減輕生活裡面的壓力 也可以開始平衡菌種喔 當這些因素通通被移除之後 我們的牆壁就可以開始痊癒喔 那這些洞就會開始被補好喔 這是為什麼我說 如果你要根治過敏 你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要把所有外在的抗原 減低喔 不吃這個食物 不吃那個食物 不讓小孩出去玩 因為外面有花粉 把家裡面打掃乾乾淨淨一點 粉塵都可以有喔 你們不要忘了 以前的人在務農的時候 處在這麼多的花粉裡面 以前的人也吃蛋也吃花生 但是他們也沒有過敏喔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這麼多因素 可以讓我們的牆壁出現漏洞喔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根治過敏 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內 鞏固起自己的牆壁 這樣一來的話 你的免疫細胞就永遠見不到抗原 那它就不可能產生過敏反應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跟過敏相關的資訊 在我第一本書 要瘦就瘦 要健康就健康的 第270頁到280頁 以及我第二本書 身體平衡就有好情緒的 第105頁到115頁 還有我第四本書 受孕順產 讓寶寶吃飲在起跑點的 第414頁到425頁 我對於過敏以及異味性皮膚炎 非常詳盡的介紹 至於藥物使用相關資料 請在YouTube上打 Dr. Marvin Rappaport 對類固醇藥物上癮 與階段反應的問答 不要忘記把字幕功能打開 因為這個影片其實是有中文字幕的 最後歡迎有過敏的朋友 申請加入我們臉書上的 根治解敏藝術團 最後我祝你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建立堅強的牆壁 而因此 等腦人的過敏 說掰掰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